今天非常高興 能頒頒授一等慶雲勳章 給臺積電創辦人張宗萌博士 這個勳章要表彰的是 張博士長期以來 對國家還有臺灣高科技產業 所做出的貢獻 張創辦人一直以來 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輩 也是我私底下常常請益的好朋友 在國政上也給我很多重要的提點跟建議 我深感獲益良多 當年張宗萌博士 從美國帶回最先進的技術跟經驗 擔任工業院的院長 也創辦了台積電 台積電整合了IC產業的上下游 成為一個超級聯盟 這個聯盟為臺灣建立了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體系 也帶動了IC產業每一個環節的蓬勃發展 以往沒有人看好代工 但是張創辦人毅然投入資本 獨創晶圓代工的模式 領導晶片製造的技術 成為全球IC生產鏈中最穩定 也最值得信賴的提供者 也創造了極大的產值 尤其台積電一直以來都非常堅持 最重要的技術要跟流臺灣 目前全球第一的三奈米新廠 已經在南科正式動工 更是未來雲端運算 人工智慧還有5G處理器的主要運用核心 就在去年 台積電正式成為世界第一大半導體公司 張創辦人用技術 用創新 用熱情讓世界看到臺灣 另外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以及夫人張淑芬女士 也都致力於投入各項公益活動 無遺餘力 讓人感到感佩跟感謝 今天的收心儀式 我要代表國家 對張創辦人對臺灣的重要貢獻 表達最高的敬意跟謝意 對台積電正在發展中的 5奈米 3奈米製程 政府一定會領利支持 讓張創辦人所奠定的基礎 能夠為臺灣社會帶來更多的發展跟成果 謝謝